各位好,网页,欢迎收看本期Like Music 多年以前的人们对于无线麦克风的需求 仅仅是信号传输稳定,音质靠谱就行了 功能较为单一,更谈不上什么交互性 但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投入到了视频的创作当中 对于收音的多样化需求也越来越多 麦克风的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 我们今天上手体验的这款无线麦克风产品 是来自于中国合肥的科技大厂,科大讯飞 这款麦克风可真了不得啊 讯飞把它称之为智能无线麦克风C1 这也是科大讯飞第一款专业无线麦克风的产品 它的功能可真多了去了 接下来就为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 我现在用来收音的麦克风就是来自于讯飞麦克风C1 内置咪头的声音,大家感觉声音怎么样呢? 这款无线麦克风是一款一托二的无线麦克风系统 依然是由一个双通道的接收器和两个无线发射器组成 整体的外观看上去非常的低调和内敛 发射器和接收器都融入了CD纹的设计元素 而且有一点我比较喜欢 就是这款麦克风的外观隐去了品牌的logo 在佩戴时就不用担心品牌logo抢镜的尴尬情况发生 声音品质上面,讯飞麦克风C1的信造比比较优秀 可以收录到更纯净,抵造更低的音频 在信号传输性能上面 C1的表现在同类2.4GHz无线麦克风当中 也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 最远可以实现200米的无线程度距离 而且延迟非常的低 现在我们进行5米的信号转身干扰测试 看看转身有没有信号丢失 来,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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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10米的转身信号干扰测试 看看有没有信号丢失 来,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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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再进一步 我们在张家地天门山世界最长的缆车上面 测试这款麦克风200米的信号传输能力 我和橙子分别携带麦克风发射器和接收器在两个缆车上面 两个缆车的距离约200米左右 大家猜一猜信号能否正常传输呢 不知道现在这个距离他们200米在不同的缆车里 这个音频信号怎么样 因为这个缆车是开了窗户的 张老师那个缆车已经就非常远的距离了 看一下现在麦克风有没有正常的接收呢 我现在镜头前边就是天门山 这个缆车将送我们一直到天门山的山点 这种体验太好了 我有点期待了 我放过来 我现在感觉我会飞 他的信号在我这显示还有三个 而且还能正常的接收到成本老师的信号 断连了 看来翻山的时候还是能隔断这个信号 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缆车了 信号还没有找回来 看我们下这个坡能不能找回来信号 现在进了下一个小坡 信号又找回来了 看来隔山这个200米的间距 还是有信号死毫的 但这个太极限了 跟王老师的海拔差距都有一百多米 然后这个角度大概有七八十度的动向角度 我们把这个耳机插在麦克风上 看着不能听咱们说话 这会儿如果能听到的话 就能知道他们在说一遍 这么大的角度 基本上我们纵向的差距 我真的能听到 看一眼 但是太好看了吧 但是太好看了吧 我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凑麦克风呢 很奇怪 我为什么在这种地方凑麦克风呢 很奇怪 我都看不着他们了 但是我还能听到他们说话 这信号还是可以的 感觉自己有魔法 你刚说了一句 感觉自己有魔法 然后你说一声 哦哦一声 哇齿呗 真的好凉快啊 哇齿呗 爽 整套无线麦克风系统 基本上没有什么上手的难度 我们可以通过旋转接收器上面 这个大的选拥 调节两个发射器麦克风的增异大小 增异可调范围 有21档 通过接收器内置的显示屏 我们也可以实时的监测到当前的声音电瓶 是否爆音或者是电瓶过低 我们也可以针对不同设备的最佳输入需求 灵活的去调节增益 我们还可以通过点击这个旋钮 静音对应麦克风的发射器音量 接收器的右侧还有两个控制按钮 点按第一个按钮之后 可以通过旋钮来切换 迅飞麦克风C1的AI每声功能的模式 通过发射器麦克风右侧的按钮 可以打开或者关闭 当前麦克风的每声模式 这也是迅飞麦克风C1这款无线麦克风系统 被称作为智能麦克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中每声模式默认选择的是AI智能降噪功能 这个功能也深度融合了迅飞的智能AI降噪算法 可以降低各类噪音对于收音的影响 而且降噪算法的表现也非常OK 这也得益于科大迅飞成立以来 对于语音智能领域的技术基点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迅飞麦克风C1这款产品的 智能降噪能力究竟如何 现在我们打开一下迅飞麦克风C1这款产品的智能降噪功能 看一下它的降噪效果究竟明显不明显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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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美声模式还有诸如圆润 明亮 浑厚 沙牙改善 耻音改善 鼻音改善 喉音改善 等调节说话音色的几个选项 可以针对人声的一些瑕疵做出对应的改善 这样可以大大的减少音频后期的制作难度 更容易以最简单的方式增强声音的一个体验 并外美声模式还有机器人 外星人等趣味声效 以及Studio Flander等唱歌声效 模式超级丰富 大家不妨多多自己试一下 接下来是机器人的效果 你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声音变成机器人的音色 12341234 现在是机器人效果的演示 好 接下来是外星人的声音效果测试 那外星人具体怎么说话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就知道大家现在应该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除了美声模式之外 通过点按迅飞麦克风C1接收器右侧的第二个按钮 可以切换音轨的输出模式 单声道模式可以将两个发热信麦克风的信号 整合成一组单声道信号输出给相机 或者是其他设备进行收音 立体声模式可以在左右声道 分别记录两个麦克风所收到的不同音频信号 后期可以在达芬奇的软件 通过声道分离的方式分离出不同麦克风的信号 安全音轨的模式 则是把一个或者两个发热系的麦克风信号 都整合在了左声道 用右声道再记录一条-6dB的安全音轨 挽救因为增益调节错误所造成的一些爆音和失真的问题 我们依然需要通过声道分离的技术 去分离出你需要提取的声道信息 我们在最后一期达芬奇教程也详细讲解了 如何进行声道分离的小技巧 大家不妨去看一下 另外 迅飞麦克风C1的每一个发热系麦克风 都可以在独立备份一份音频文件 每个发射器麦克风均具备有16GB的储存空间 可以储存差不多40多个小时的无损音频 麦克风默认是自动开启音频备份功能的 我们可以通过麦克风所配套的讯飞听见字幕 App开启或者关闭发射器音频备份的功能 通过定制的特殊接口的线材 可以导出每个发射器的音频文件 有了这个功能的加持 基本可以让收音翻车这个点的可能性归零 不过鸡蛋缝里挑骨头 我仍然是期待未来的产品可以在麦克风发射器上面 设计一个内路开关的按钮 这样的话用起来会更为灵活 另外我也特别特别特别期待麦克风数据接口 改为Type-C的接口 这样调取音频数据也会更为便捷 说起讯飞听见字幕 做自媒体的朋友可能并不陌生 我们的频道几乎所有节目的字幕 基本上都是通过讯飞听见字幕进行转译的 好几十万字了已经 大大提高字幕的制作效率 之前讯飞听见字幕只有网页和电脑端 只有转译和编辑字幕的功能 而讯飞全新开发的这个一动端的App 则深度整合进了讯飞麦克风C1这款产品 首先它可以蓝牙控制 星星麦克风C1的大多数功能 连接配对的速度也非常快 像是查看电量 音频备份 设备空间管理 增益调节 声音美化等功能 都可以通过App进行远程控制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款App拍摄视频 或者是导入视频 随后就能以非常快的速度 适时生成或者翻译字幕 精准度也非常高 生成字幕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点按字幕进行纠缩编辑 编辑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在App当中 导出带字幕的视频 或者是导出SRT文件 给到支持SRT字幕的平台 或者是剪辑软件进行进一步编辑 除了这么多智能化的功能之外 俊飞智能无线麦克风C1 还有非常多人性化的设计 首先接收器的背夹和友商一样 都是可以插到相机的冷靴上面 而且这个背夹正反面都是可以插的 这个设定大大方便了Vlog用户 调节接收器的设置 以及清晰的观看录音电屏是否合适 除了接收器之外 每一个发射性麦克风的背夹 除了可以夹在衣服上面 还可以通过磁吸吸附在衣服上面 这样就避免发射性麦克风拉扯衣服 看上去比较邋遢 麦克风收纳盒子体积 和同类一托二无线麦克风的产品相比 它并不算小 但是它能把麦克风的本体 麦克风的防风毛衣常用的连接线 通通收纳在这个盒子当中 避免了忘了带配件 无法使用麦克风的尴尬状况发生 麦克风发射器 连续续航大致在5个半小时这样 接收器续航大概在9个小时 收纳盒还内置了3215毫安的锂电池 整体的续航时间大概在20个小时这样 通过这几天测试 可以完全满足长时间收音的续航需求 还有就是随机赠送的防风毛衣 它和发射器麦克风的固定 是有一个插入装置的 防止防风毛衣脱落 这一设定比DJI Mag的旋转安装 还要更方便一些 通过上面的介绍和测试 现在大家一定对 迅飞智能无线麦克风CE 有了更为深度的一个了解 我也整理了一份 同类别麦克风性能 以及价格的一个对比表格 大家可以在购买麦克风产品之前 进行参考 如今越来越多 国产品牌的产品力日益提高 也越来越针对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和体验 推出更带劲 更智能的科技产品 这一点必须给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好了 本期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投币三连 给我们也点个赞 这是我们做视频 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ーbakikシ digital 我们下期再见 应募 办法 偈